这个能放出类似闪电的东西叫火花塞 它是汽油机点火系统的重要元件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火花塞 制作起来可没那么简单 首先工人将含吕的陶瓷粉末 和其他材料用水进行充分搅拌混合 得到的混料会流进大型干燥机 蒸发掉里面的水分 干燥后的粉末会被送进注目 将粉末压成火花塞绝缘体的形状 在粉末里的粘合成分 能保持其形状不变 然后将制作好的陶瓷绝缘体放到新轴上 新轴的作用是旋转陶瓷绝缘体 使其仅仅靠在磨砂轮上 磨砂轮会把陶瓷绝缘体慢慢磨成间隙的形状 这一步的精准度要求非常高 因为陶瓷绝缘体很脆弱 如果精准度不够会导致整个火花塞坏掉 所以打磨好的陶瓷绝缘体 还需要进行稍被使其硬化 在稍被之前 检测员会用激光进行规格的检验 尺寸不合格的会被挑出来 接着把合格的陶瓷绝缘体 放进高温烤窑中 在长达24个小时的烘烤后 陶瓷绝缘体就会变得非常坚硬 在工厂的另一边 这台创目机将钢条压进特殊形状的凹槽里 这个创目过程得到的成品 就是火花塞的外壳 外壳的上半部还需要用其他工具 钻成六角形的洞 作用是方便工人用扳手 将火花塞固定在发动机体上 然后制作好的火花塞外壳 在自动焊接机的帮助下 将镍合金细丝焊接上去 这条镍线会成为火花塞的侧电机 后面会将它弯曲延伸到点火电机的方向 侧电机和点火电机之间的空间 就是火花塞产生火花的地方 接着在钢壳上用滚轮刻出螺纹 使其能锁在发动机的机体上 最后涂上一层银色的保护器 火花塞的外壳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仍有公司标志的陶瓷绝缘体 通过橡皮轮刷上一层保护性的诱料 然后将中央电机装入绝缘体 再用混合了玻璃和金属的粉末 填满电机周围的空间 接着握爪将电机接头插进绝缘体里 这个接头可以让中央电机通点 之后将陶瓷绝缘体送进烤箱 粉末在高温下逐渐融化在中央电机周围 完成密封后的绝缘体 还需要用油来润滑金属外壳 然后将陶瓷绝缘体装入金属外壳中 用缩冲器对每个金属外壳施加电流 这样能保障金属外壳和绝缘体紧密贴合 再把火花塞的侧电机弯向中央电机 并对完成的火花塞进行检验 确保没有任何的瑕疵 最后检测合格的火花塞 就可以用来给发动机的气缸点火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